社會氣氛陷入低谷,加上失業率微升,市場情緒加劇惡化,業主劈價個案膨增,動過8萬元以上 中環嘉利大廈有投資者減價15%沽貨,開放式單位以408萬元逆手,低銀行估值一成,再扣除稅項及其他開支後,可能平手離場 港島區有投資者看淡後市,減價沽貨套現 中環地產盧宏基表示,中環嘉利大廈新近樂德高層D室,減價成交,面積175呎,原業主叫價480萬放盤,減價72萬或15%後,中以408萬元售出,尺價23,314元 資料顯示,該單位匯豐銀行現估值450萬元,上述成交價較銀行估值低9.3% 盧氏指,原業主於2014年11月以380萬元買入,辭貨5年,帳面獲利28萬元或7% 維扣除利欣費,佣金及其他集費後,僅平手離場 同屬港島區西環南里1號錄得一房戶,以700萬元沽出,但由於原業主持貨緊一年,衰負勒稅,實洩於80萬元 土地註冊處資料顯示,南里1號中層2室,實用面積244呎,屬一房間隔 於上月以700萬元逆手,尺價28,689元 原業主於去年5月以673萬元購入,罪免獲利27萬元,維持貨不足3年,稅支付1成額外印花稅虧70萬元 遼連同代理佣金及其他集費,選手共餘80萬元 對岸九龍區出現,額、印、鬆綁貨減價易手個案 尼加國地產屋惠然表示,奧運站、軍匯港,錄得本月手中成交 單位為5座高層A室,面積482呎,兩房間隔 原業主叫價1140萬元,及後減價140萬元,或約12% 以1000萬元沽出,尺價20747元 原業主2016年7月以約700萬元購入,遲貨3年,額、鬆綁後轉手 在免獲利約300萬元,或43% 新界區方面,中原地產陳輝倫表示,稱二營翠半島第二座高層B室 面積772呎,三房套房間隔,在海景,叫價1480萬元 業主見社會氣候不佳,樓市表現低迷迷 最終減價83萬元,減幅5.6%,以1397萬元沽出單位 尺價18,096元,低市價約5% 原業主於2003年8月以270萬元買入單位 年帳面獲利1,127萬元,單位期內升值約4.2倍 道立屋也要劈價求沽,大埔康樂園最新落一宗低市價成交 中原地產吳啟業表示,康樂園新近落14階單號屋 減價成交,面積2520呎,原業主為外籍人士 於今年4月叫價4300萬元放售,因急於離港 所以減價572萬或13%,並以3,728萬元沽出 尺價14,794元,成交價較市價低於一成 屬屋苑和類型洋房,自去年初以來新低 原業主於2010年以2450萬元購入 持貨9年,轉售賬面獲利1,278萬元,物業升值52% 再次!